ICON的話主要需要 就是那個Natebug跟那個Listview 的那些圖示,所以你會發現大概會有幾個圖,你就是先找一下吧 比如說我們大概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五個這個都一樣 然後點進去的話看有沒有啦,其實 這個也有一個六個 所以一個箭頭往右邊一個箭頭往左邊嘛,所以總共的話大概我這邊 目前看到的話就是有六個按鈕我不需要重做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六個按鈕重做的話 那我該怎麼去 做這六個按鈕,所以第一個的話假設我要升屏 那當然我第一個我要先去把那個 圖給找到,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這邊有一個下載ICON的網站 如果你如果打這個升屏會有嗎 有點懷疑升屏 找不到生平,他說生病嗎 不過這個有時候沒辦法對應的話,你就自己找個接近的 生平要用什麼按鈕 生命 對 生命看看有嗎 生命有嗎 有 可是 生命有嗎 是 生平 對應該是就是類似資訊吧 或者 資訊 類似啦,反正你們就找一下資訊應該比較多 但是特別注意,他繁體字好像有點問題 他要改 簡體,不過還好他還蠻 貼心的,他會自己幫你轉 但是只有一個 OK 那好像不OK,反正就找接近的就可以 諮詢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生平 這個嗎 這個 這也可以啦 只是 好啦,反正就是找一個接近的好了 像 像這個好了 不過你那個圖,你的類型也可能要相似 然後接下來你就請你找到 我是建議大概32或24差不多 因為你如果太大的話 他會把那個圖 給 因為就這麼小一個 你放進去變成就一小塊 所以呢 他看起來應該大概24乘24差不多 的 哪一個檔呢,記得用png檔 你就把這個png24乘24 特別注意 假設你找到的這個圖 請你先去下載那個24 pixel的png檔 OK,請你把這個下載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個 我生平用這一個好了 你就把它點下去 他就幫你下載 第一個 那接下來你就是乾脆怎麼樣 把這個 改個名稱 這個就是生平好了 不過如果用 用那個什麼 用中文會有問題 所以乾脆你給他一個編號 01好了 好了,這樣 第一個就01 反正我們有六張圖 01,02,03,04 分別就去找 找到我們要的 比如說作品 你就去找 01,02,03,04,05,06 06,六張圖 那我們待會就是 把第一個六張圖先 準備好 接下來的話呢 就分別把這六張圖做變更 改成我們要的那六張圖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你要改 這六張圖 這六張圖 工程似乎有 這六張圖 工程似乎有點浩大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我們舊的版本 不支援 所以你可能就是 第一件事 你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head head 斜線head 前面的前面這一串 他一直到那個 這個title 下面這個其實他的版本是1.1啦 我們要把這個範圍裡面的程式改成1.5 至於要怎麼改 我待會跟各位講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第二件事情你要把那個 我們找到那六張圖 放到網站裡面來 OK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要再 給那個六張圖 他對應到的那個 程式要寫在哪裡 也是寫在這個區塊裡面 並且變更上面的名稱 他的 圖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動作 稍微有點小複雜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看 第一個呢請各位先找一下 針對你那個app本身 需要用的那個 這個icon 先找一下 那這六張圖的話接下來已經下載完畢了 121-06 OK 那這六張圖 請各位做一件事就是 把它放到哪裡了 放到你的網站 這個一定要是網站 裡面的話放個按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名稱的話叫image好了 加一次 images OK 然後 這個image 裡面的話 你就把它放什麼 放剛剛那六張圖 所以你要把它放過來的話 我之前講過 我的習慣是拖拉啦 有沒有這樣拖拉 放 放開就可以了 不過有些如果你怕放不準 有時候放到外面 如果你 放開 有沒有他就直接放到這 01到06 那我 我們待會的話 就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六張圖 01到04 取代這六張圖 把這四張圖 05的話就取代這個 06的話就上一頁 OK 接下來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 試著找一些比較恰當的圖吧 然後